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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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圣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掌 我们讲这个 官本著品的最后两送 好,我们看最后两送 最后两送 若言而等根 苦乐等诸法 无有本柱者 言等亦因无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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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等本 言等无本柱 今后亦复无 以三世无故 无有无分别 好 这是最后两送 那还是先回到我们这个 提解 解释这个题目 他说眼耳鼻舌生意等等 都没有本柱 那什么是本柱 好,请看这里 柱 安定而不动的意思 本呢 常住不变 本来就有 本来就有 而安定 常住不变 又不动 那意味着什么 什么东西是本来就长存而不变 那 大家一直找 找不到 找来找去 那只有神 神 神是长久而存在而不变 神我的义名 在印度佛教 这个本柱 他说 这是犯我 那一切 就婆罗门教来说 一切都是从犯而生 所以说四种种性都是由犯天 而产生的 甚至不入于四种种性的 健民阶级 整个把他排挤在外 到现在印度的总性制度还是很严重 因为大家信仰了 千百年来的都是 婆罗门教印度教 这已经变成他们生活精神的一部分 你说要把他全部割除 那几乎是不可能 那几乎不可能那该怎么办 只有期待 教育能普及 明智才能开 明智才能开 这样的阶级制度 让大家能过去思维 他是错误的 那这样的种性制度才能被破除 但是在佛法里面 很早就有 很早就有破除这种本柱神我 的这个观念 所以呢 在这一品 官本柱品 或是官受责品 破除 神我本柱 而外道呢 主张神我 对不对 外道主张神我 前后一贯 神呢 永远不变 从以前到现在乃至未来 都不变化 本来就有 那这样子对吗 那当然不对啊 所以在最后两颂 他做一个结论 所以在这里 显正义 显正义就做结论 对不对 第十一颂 十二颂 是他最后两颂 对吧 他说 眼耳等根 就是眼耳鼻舌生义 这个是 感官 是器官 而去圆取到 外面的 六层 而产生的苦乐 或是苦受乐受 不苦不乐受 或是种种诸寿 乃至于新锁 等诸法 好 这是前半诸 无有本诸者 什么意思呢 无有本诸 苦乐等诸法 都没有实在的本诸 都没有实在的本诸 也就是说 这有两种说法 第一个 诸根 有没有本诸 从以前就有恒常不变 没有啊 这是元起法 苦乐诸法诸寿呢 有没有本诸 没有啊 这也是要元起法 也是元起的 是不是 都没有实在的本诸 本诸被破除了 哪里还会有 实有的 言等诸根 苦乐等诸法呢 白话解释是这样 他这里面的逻辑性是这样啊 第一个 眼睛到 眼根到异根 眼根到异根的形成 是元起 而外在的六成 也是元起 而 六根去元取六成 而产生的苦乐诸法 更是元起法 这一切都是元起 那怎么会有一个 本来就有恒常不变的事物 没有啊 所以眼 乃至到异 等诸根 是本柱吗 不是 苦乐诸寿 是本柱吗 错误 也是元起 好这些全部都是元起 所以呢他这里说 吾有本柱破仁我 显示我空 眼呢 眼等诸法诸根啊 也没有 他是破除法我 显示法空 所以这是第十一颂 第十一颂 好大义是如此 大义是如此 但是就这么简单吗 就这么简单吗 好我们看啊 龙树菩萨是这样说 眼耳诸根苦乐诸法 没有本柱或本有存在的字体 因为你说有本柱其实就是有自信嘛 是不是 即便是眼球的这个器官和 但伴随着眼球 后面的四神经 都是元起法 都是元起法 没有本柱或我体的存在 既然 这个感官器官都没有本柱 不 那么他所去元取的外境 会有本柱吗 不会 而元取 元取外境之后 而生的种种的 绝寿 新锁 会有本柱吗 没有 这是第十一颂 好 好 最后 十二颂 他说 言等五本柱 今后亦复五 好这是前半颂 啊 这些言等 指的是什么 眼耕乃至到义耕 好 那外在的六层 色层 乃至到法层 也没有本柱 乃至 二者允许之后产生的诸寿 也没有本柱 现在没有 以后也没有 过去当然都没有 所以三世都没有啊 过去现在未来 三世 通通不可能寒藏本柱 那他说无有无分别是什么 都没有本柱可得 啊 这里呢 乌鲁君是说啊 没有本柱 实际上呢 他说没有什么分别 乃至说 最主要是说没有必要争论 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了 就是说眼睛 乃至一根 眼根乃至一根 射程乃至法层 乃至产生的诸寿 通通没有本柱 那我们呢 那就不要在这个虚妄的没有价值的 这个论题或是主张上面 然后来多做争论 好 那么最后的结论是说 榕树在本品所做的最终结论 目的要否定 本柱或神我的存在性 好 就大家就把这一句话 抄起来 或写起来就可以了 这是他的 主因 那最后的 最后的结论 那他要破除的 是印度神教的神我犯我的概念 这个神教就是什么 婆罗门教 乃至被婆罗门教影响的部派 佛教部派独子部 这个一神论的思想啊 其实 是非常之盛行的 非常之盛行 佛法呢 他讲一神论吗 不是 佛法是讲无神论 没有这个神我和泛我 没有相对的我存在 彻底否定 彻底否定 那有人就问 好了 那梵天你说是创造一切的 最主要的主神 谁创造梵天呢 就一路你追寻下去 发现 没有一个 这个 底线 一直往前追 那就会一直无限的延伸追寻下去啊 那例如就像 鸡是什么生出来 诶 由蛋生的 那蛋又是怎么生的 由鸡生的 那鸡又怎么生出来 由蛋生 那这样子叫 无限回圈的循环 佛法 佛法不是要讲 佛法是要解释现象界 现实实际的问题 解决我们老病死苦的问题 你这个问题不解决 你就真的得不到佛法的受用 所以中论也是要修行的 好,第一个 像这个怎么样修行呢 破除神我 破除本柱 所以说你 碰到凡是有一神教概念的这种 种种的学说 全部破除 那为什么会产生 一神教的这种概念呢 其实是来自于我们人性的什么 盲点 我们都需要抓到一个依靠 你觉得没有依靠呢 你就好像啊 这个站不住脚 没有力量 佛法不是这样子 那佛法是要你靠着佛法的力量自己站起来 没有人可以做你的依靠啊 没有任何人可以做你的依靠啊 所以才说自依止法依止啊 木义依止啊 你靠山山会倒啊 我讲一件事情 他说你 愿意投生 到上帝的天国 然后你全心全意的奉事上帝 然后呢 你愿意永远当他的 不管是黑羊白羊也好 你都是被放牧的羊 那他是牧羊人 万一哪一天 你这只黑羊或是白羊或是灰羊或是黑白花羊 对不对 你不想再被放牧了 你想要冲出这个羊圈 你想要当一个自由和快乐的羊 他愿不愿意让你这么做 因为自由意志 是上帝最 神我一神教 他们最害怕的事情 了解不了解 这就要讲到西方哲学自由意志 但我们这边就不再多说 就是我们破除这个本柱 否定本柱或我体的 存在的必然性 没有这种存在性 也没有这种必然性 所以这种自信不存在 好 这就是观本柱品 观准本柱品第9号 接下来我们要讲 哦 他这里有一个注解啊 说神我论者以为啊 每个人都有一个 独一无二的本柱 以概括一切的认识活动 龙树的说法 是认为啊 未免啊 未免啊 在认识上 产生 混淆的情形 每一个认识器官都需 预设一个本柱 这样就是多本柱 而非一本柱 所以神我论者的 独一无二的本柱说不成立 独一无二本柱说不成立 进而 再把本柱说 也破除 好 有没有问题 这是第九品 好 第十品啊 我们进来这官燃可燃品 你看第十品啊 我们先讲 什么叫燃或可燃 你折好吗 这 这个 燃呢 和可燃 是这样 燃就是火 可燃呢 是财星 是财星 这个其实在前面的 屏幕啊 都已经 有略述它的大意 燃就是燃烧 燃烧就是有会产生火嘛 可燃呢 能够被燃烧的 能够被燃烧的 那这财星只是一个象征 凡是任何被 可被燃烧的 都叫做可燃 现在暂时用 火与心 火与心 来做比喻 那火和心呢 他说 其实我们要 影射的是我和武运 我和武运 到底武运是有我 还是无我 还是呢 没有武运 还是武运 都是元旗法 我跟武运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然后怎么破除 我 怎么破除 运 和离运 这是本 本品的重点 这边解释一下什么是武运 武运是新的翻译 玄奘大师所翻的 运 运 运寒 聚集的意思 过去在犹罗罗什大师 乃至之前更早 他翻武 因 因是什么 幽为 隐藏在暗处 幽就是什么 幽灵的幽啊 微就是什么 微小的微 幽为 的意思 这是运 不管是翻译成运 或者是因 这是涵盖了我们的生与心 例如色运 色运 对于我们自身 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肌肉 骨骼 器官 内脏等等 是色运 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 好除了身之外 还要有心 那后事者 就是心的作用 受想行事 对不对 所以它是色与心 或者你称为身与心 两者 在我们的身体 心法占了四个 色法的一个 那是神 可不可以了解 可不可以了解 好 那现在呢 身与心 在指导他们的 是什么 就外道来说 还有一个我啊 这边要写一下 印了 有聚集 车感 还有印呢 優微 這是微小 難以發現 好 現在呢有分什麼 色 受 想 情 是 這是我們知道的五韻對不對 這後面四個屬於心 這個屬於身 好 外道還認為 控制身心的 最後是什麼 有一個我 而這個我從哪裡來 這個我從哪裡來 從這裡 而泛天 產生這個我 而我們執著 有我 而才能產生深寒心 但是 在前一瓶 跟上一瓶有關係 上一瓶叫什麼瓶啊 破除了這個 對不對 上一瓶不是破這個 在這一瓶叫什麼 蘭可蘭 蘭是哪一個 可蘭是哪一個 看講一下 蘭是代表火對不對 可蘭呢 代表的是財心 代表的是財心 所以這比喻的什麼 火是什麼 心是什麼 我和武韻啊 我和武韻啊 這個是武韻啊 講錯了 這個是武 這個是武韻 這個是什麼 火啊 所以這個叫 這個 魚就是火啊 這個是什麼 心 對不對 火和心 來現在來給大家請教一下 火和心是一樣的東西嘛 火等於心嘛 不等於 那火和心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沒有心可不可以著火 找不起來 如果只有火 而沒有心 它能燒起來嗎 也不能 所以這兩個是什麼的關係 不急不離啊 它們既不是一樣 非相急 它們也不能分離 這就說明這是緣起的關係 說明這是緣起法 在各種條件 環境 都俱全的情況下 那 藍漢可燃 才與心 色受想 形式 身心 才能成立 如果 條件 環境 不許可 那就 不成立 更 更沒有一個 別立於 五韻身心之外的神我 這個在上一品破除了 所以它每一品每一品之間都有關係 你 瞭解沒有 而中論 非常的 不變性 你中論學好了 再去讀波洛景 你會恍然大王 從此以後你辯論 天下無敵神 吵架 變吵架王 相信不相信 就可以 從人家的講話裡面挑毛病 然後對方就 沒受過這種訓練 他就會這樣 啞口無言 變經 變經 變經就是基於這個原理 而且經過多少的先賢大德 這樣子 吟釀 這樣 那個我必須要跟主委說 變經這個傳統 不是在格魯派左右 撒迦派 運用的 最早出現 格魯派把它改洋 把它發展廣大 那你說 你說在這個 格魯派有沒有變經 他們以石修為主 石修禪定空性大手印為主 那並不代表他們不會 變經 也就是說 辯論 思辨 這在印度佛教 是一個延期已久的傳統 應該是說 印度人本來就很愛思辨 所以你去看印度片 印度電影 他的思維都是這樣跳躍式的 你到印度去旅行 每一天都是大驚奇 像 現在講一個小小的笑話 我們說 闖紅燈 過馬路闖紅燈 在台灣是違法對不對 我們幾乎都不會這樣做 很少啦 除非是一些 三寶歐巴桑 高雄市大左轉 那個 那在南台灣才會有 北部幾乎很少發現 北部你只看得到機車海 知道嗎 知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好 但是我在印度看到 闖紅燈是多少人闖 在顛覆你原本的想法 然後印度他們有沒有公共廁所 完全沒有 他們就說 最天然的 廁所 遍布於每一個印度角落 你就覺得 整個你的思想全部被打亂 還有印度人做事情 所有的步調都很緩慢 對不對 那你諸位覺得他們開車是不是也很緩慢 對對對 你答對了 他們開車 簡直跟拼命一樣 這很會鑽啊 再小的山路 他們都能夠鑽得 很快 我有一次從 印度德里坐夜車到達安沙 我們坐在大巴士上 那麼 坐在大巴士上 當然是我們那一團 三十幾個人 四十個人 包了一台 巴士 他那個晚上走山路喔 連山路他都開 一百多公里 我嚇得要命 旁邊就是懸崖耶 印度人都不怕 我都拼命這樣 抓著然後念南摩 關西音不上 我想我要去印度求法 學中觀 還沒學換一重山谷 這樣摔下去怎麼辦 就他很多顛覆你想法的地方 這個用來破除你自己的自我成見 這有效 所以印度人他們一直都有這種思辨的傳統 那傳到中國來 中國有沒有這種思維思辨的傳統 有沒有 有 有 不勝行 在先秦諸子的名家 有 公孫龍 但是 只有在 這個 那個 春秋時代有 戰國時代以後 世維 到 大漢建立 漢朝建立 請注意喔 在漢武帝以前 都是尊重各個學說 但是以黃老為主 黃老是哪兩個啊 黃帝是養生 老莊思想 那與民休息 因為經歷經過前面的春秋戰國 乃至什麼 戰國七雄最後的 楚漢相爭 所以剛開始與民休息 到了漢武帝 霸處百家 就是所有的全部的過去的 什麼陰陽家呢 還有什麼家 縱橫家 還有呢 兵家 兵就是什麼 打仗的兵族的這些 全部廢職 廢職 獨尊 如 請注意啊 他不是如道啊 是如樹 如道跟如樹 有什麼不同 一字之差 差遇千里 如道是王道思想 講的是內聖外王之道 如樹呢 運用如家思想 統治成名 內禮呢 還是存在著法家 所以中國 自古以來 都是專制集權 都是專制集權 並不是儒家思想不好 是用的人把他用錯 了解沒有 這個在孟子裡面 他最先提出了 民主思想 有沒有去讀過孟子 在明末的大廬 黃中熙的民意待訪路 他也重新提了這樣思想 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他完全不懂 孟子裡面的 設計四肢均為輕 對不對 明為貴 對 明為貴 這個是最重要 明貴而均輕 這是最早的 民主思想 乃至到黃中熙的 現在 當老師 當法師 兼上國學 明一代訪路 再清代這本書 是禁書啊 就倡導的 民主思想 好 那怎麼會講到這個 我們是由 這個邏輯思辨 而講到公孫龍 講到儒家 講到這個 現在我們再回到 我們這個 這是 國學是附帶一體的 我們現在再回到 官然可難 我照一下寫 那個 在明朝啊 這種思想的前置 文字欲 就越來越嚴重 尤其明太祖朱元璋 他就是個 他不是讀書人 所以他特別清見讀書人 知道嗎 他發明了一種 宮廷的刑法 叫庭葬 什麼叫做庭葬呢 就是 在朝廷上議隊 議隊就是跟他 討論 政體 政體 政治這個題目 跟皇帝有所 干戈 忤逆 皇帝立刻把他叫下去 叫警衣衛打屁股 這是折損讀書人 氣節 最嚴重的事情 乃至成立特務組織 是 不只警衣衛而已 還有所謂的 東廠 西廠 內廠 最後西廠內廠 雖然廢除 但東廠還是存在 這個特務組織 直到 民司中 崇禎的時候才廢除 東廠 還剩下警衣衛 特務組織 所以從明朝一代來說 明朝整個思想 都被牽制 又這麼多文字語 到清代 更加的牽制 因為他是一族入侵 知道嗎 知不知道 清朝 努爾哈士是屬於 哪一族人 女貞 女貞的哪一個女貞 有三個女貞族 女貞部族裡面分三大類 這個你們就不知道了吧 趕快圍基百科看一下 對 然後他們有很多的 什麼 葉赫納拉市 紐呼嚕市 還有什麼 愛心絕羅市 對不對 分上三期和下五期的 什麼 奇人制度 滿漢嚴格分離 不許通婚 維持他們種族的 血統存證 前置思想 所以中國佛教 到這個時候 衰落到無以復加 終於 民國建立 中國佛教才有復興的契機 但是又文化大革命 一蹶不振 只有在台灣才能夠復興有所發展 好 這多說了一些歷史 可以嗎 所以 諸位聽到這一段歷史 有沒有覺得 我有這種 心要復興佛教 如果你不讀歷史 你根本就不知道這一段 你不知道這一段 你就不知道我們佛教是過得多麼的 坎坷 我那時候讀了這些 有志者亦弱是我們要來復興佛教 那就要來出家 是這樣子 好來 我們繼續 好 好 所以 蘭可蘭品 的題目 終止 給大家介紹 破 平破外人的見解 神 我不可說我 這些也全部講過了 全部都講過了 全部都講過了 是不是 所以我的講義都是我自己消化過後 再這樣子 投出來 不是嘔吐的吐 是 精華告訴主委 大家去看一目了然 好像獨子部 剛剛我也講過了 只是說獨子部的 一些思想 跟中關家 不一樣 因為中關還是以剝弱為主 緣起 無我 而跟獨子部 不疾不離的神我和不可說我 當然不同 他們還是執著有一個我 但這個我 應該不是神我 不是神我 只是說要有我 在獨子部 但是中關是什麼 依於緣起 假名安利 一切事物 都依此而能得到建立 但是 依此得到建立 他卻是緣起法 假有 不是石有 哦 這是中關 相依緣起的假名有 好 然後看到第一送 現在3點 35分 主委 要不要休息5分鐘 好休息5分鐘 好 好 我們繼續 我這裡啊 用這個提婆論詩 他做的 400論 他這裡有一段 他說 這個其實我以前講過 但是為了 使大家一直能夠啊 提起這個 思慮 思想 或是提起這個正念 我再 說一次 有些人呢 這是提婆論詩說的哦 有些人他會認為 或是錯誤的認知 龍樹菩薩所造的中論 只有在調伏外道 降伏他中的學說 因變而變 然後運用各種思辨來破斥他人的學說 有人這樣提出 而提婆論詩 直接回答 你這個是錯誤的見解 提婆論詩怎麼回答呢 他說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些錯誤的認知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外道為什麼會有這些 見解 第二個 我們自宗佛教 為什麼會有小聖 或是獨子部等等這些 學說的出現 都是來自於我們自己的 請注意啊 都是來自我們自己的煩惱 因煩惱而有錯誤的認知 那所以呢 你學習中論是在調伏和破除 自己的煩惱 和錯誤的認知 是 他這邊是他說中論 並不是專為爭辯的論點 而是為了 諸求解脫者通達諸法真實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為了聚足啊 大聖種信的眾生 而能修辭啊 於邪行的道次帝 由修辭於邪行道次帝 破除自己錯誤的認知和煩惱 而能得正成佛 他說中論其實是這樣 那我們一般都會被他的 邏輯思辨或是破斥外道 給怎麼樣 迷惑住 其實中論他是用來修行 我在剛開始學中論的時候 我就有這種感受 他應該是要破斥我們自己的 錯誤認知和調伏煩惱 才對 但是我一直找不到根據 果不其然 我在四百論 中關四百論裡面 找到提婆論是這麼說 那我就覺得 我之前的這種見解沒有錯 所以中論是修行 中論是用來修行 那底下他還有說 那怎麼樣表示 中論怎麼樣表示道次帝 那這又是另外一個很大的論題 如果ok的話 以後再跟主委說 以後再跟主委說 這本 中關四百論是 中關四百論是 很值得一讀 好 我們把這個 蘭可蘭品的寄送給大家 念一遍 好 開始囉 若蘭是可蘭 做作者則一 若蘭亦可蘭 禮可蘭有蘭 如是常應蘭 不應可蘭生 則無蘭火公 一名無作火 蘭不帶可蘭 則不從人生 火若若常蘭者 人工 則因空 若如未蘭時 名為可蘭者 而時但有心 何物蘭可蘭 若易 則不治 不治 則不燒 不燒 則不滅 不滅 則常住 蘭與可蘭易 而能治可蘭 如此 至彼人 彼人 至此人 若未蘭可蘭 惡懼相離者 如是蘭 則能 至於彼可蘭 若因可蘭 蘭 因蘭有可蘭 先定有合法 而有蘭可蘭 若因可蘭蘭 則蘭成復成 是為可蘭中 則為無有蘭 若法應代成 是法還成代 今則無因代 亦無所成法 若法有代成 未成云何代 若成已有代 成已何用代 因可蘭無蘭 不因 亦無然 因蘭無可蘭 不因無可蘭 蘭不於處來 蘭處亦無然 可蘭亦如是 亦如去來說 可蘭即非蘭 离可蘭無蘭 蘭無有可蘭 蘭中無可蘭 以可 以蘭可蘭法 說受受者法 即以說平一 一切等諸法 若人有說我 若人說有我 諸法各意向 當之如是人 不得佛法位 好 好 這是關於蘭可蘭品 啊 好 那我們繼續再往下給諸位看 真厲害的科班 好我們看第一送 剛剛什麼是蘭 什麼是可蘭 都給諸位 被介紹過了 是不是 啊 嗯 國域法師他也有講中論 再給大家 講一下 蘭和可蘭 蘭呢 就是一般人所謂的火 這個諸位 一定要牢牢的記住啊 不然等一下 一下蘭 一下可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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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蘭 然後 然後呢 頭腦都被蘭 或可蘭了 知道沒有 這個你一定要很清楚啊 蘭就是一般所謂的火 那就是會了 可蘭呢 可蘭呢 是什麼 可以燃燒的物質 就是財新呢 現在以財新作為可燃燒的物質啊 好 現在說 有兩種區別 一個是 還沒燃燒 但可以燃燒的物質 二 是正在燃燒的物質 那火是四種元素哦 好 地水火風四大種 四種元素 好 現在蘭和可蘭講了 那底下呢 都是 一直在說明 那中關的中指 所謂燃呢 就是起火燃燒 而有火對不對 怎麼樣的有火 要 眾因緣 聚合 所以叫眾緣所生法 燃是眾緣所生法 對不對 眾因緣 聚合 是哪些 第一個 可蘭物 所以你只有燃和可蘭 他能不能成其為燃或可蘭 不可以 還有空氣 還有溫度 對不對 所以在 在這個很冷的地方 你要到達燃點 起火燃燒 他很困難 他要耗費更多的能量 是這樣子的 所以眾緣所生法 你由這一句話去體會 會發現 奇異無窮 一切都是因緣所生 緣起法 既然如此 一切是緣起法 我們呢 該怎麼樣 用這個心態來面對 就說 我們啊 用的心態可以怎樣 努力再努力 整個代彈 等到 因緣際會的時候 我們呢 本來是尼秋 就可以了 升到九霄雲上化作天龍 但是如果你不努力 即使機會來了 你還是尼秋 你飛不上去 不能成龍 所以眾緣所生法 這個也是無知性 雖然是舊教重壇 舊調重壇 但是大家 都沒在心 啊 所以 果欲法師他這一段講的 還不錯 他已經有出書了 這是他以前的 講中論的講義 他也講過很多篇中論 那 我把然和可然和眾英人 升法的關係都說明 所以我們 現在呢 回到 這個基頌 可不可以 來我們看基頌 若然是可然 做作者則一 若然亦可然 可然有攔 model 這個 破一和毅 藍和可然可不可以分割 不可以 但是藍和可然 相同嗎 也不是 所以這裏就是總破一億 所以我跟朱惠說 你念誦中論的第一品第一誦 很大的功德 你吃飯也念 睡覺也念 上廁所也念 然后呢 做什麽事情 念誦 可以開智慧 不生亦不滅 不常亦不斷 不依亦不依 不來亦不去 能說是因緣善滅諸西論 我棘手禮佛諸所中第一 这是基本功 这句你如果打下坚實的基础 所有一切中論27品 就由這一頌開始開展 所以一頌 里面總述諸意 這就是論的功德功能 一頌里面就可以總述 所有的意識 這個世間人我們都做不到欸 所以龍術菩薩真的是 我們說龍術學聖龍術 聖聖人的聖 是這樣子 祈首禮佛 諸說中第一的緣起法 諸佛策見緣起法 所以能夠成法爆化三生 緣無上正等正絕 諸然是可然做作者則一 什麼是做什麼是作者啊 做是什麼 所做出來的事 也就是做法囉 但是呢做出來的事是誰能做 是人嘛 是不是 所以做者是能做的人 能做的人與所做的事 是相同嗎 不一樣啊 一個是所做出來的事啊 一個是能做的人啊 那是不同嗎 那也不是啊 就好像 人 人要吃飯 肚子才會飽 人 是發出動作的主體 吃飯是所發 他人所發出的動作 人在吃飯 哪一碗飯正在吃 這個能夠分開來嗎 吃飯的人和什麼 被吃的飯 兩個分開嗎 不是啊 這是緣起 他不依不易 現在呢 由這個 作和作者來 講到 燃和可燃 亦富如是 啊 所以燃和可燃 非依非意 好 這是上半宋 但是外人呢 外道啊 他說 燃亦可燃 李可燃 李可燃 而有燃 這什麼意思呢 一個是火 一個是能夠呢 使火點燒 燒起的財星 這兩個如果是不同的 也就是說 個別獨立 財星 個別獨立 火 個別獨立 那麼火 是不是 之所以為火 他有他的 什麼 可燃 而 財星 是為可燃 那一定有他自己的燃 那兩個都分開了 這樣是對的嗎 這錯的啊 凡是個別獨立 這是意 這是有自信 是錯的 自信是什麼 自己的體性 恒常不變 永遠存在的性質 啊 這是 不管在各個事物或人也好 你說有自信嗎 就元起法來說 沒有這回事 如果有自信 你的罪就永遠存在 你造罪呢 造了惡業就不能消 那麼呢 享福的人就永遠享福 這就有自信啊 這是錯的 由這樣子來說明 婆羅門教的 總信說是錯的 可不可以了解 甚至呢 在佛法裡面有一些說法 有什麼樣的說法 他是引外道來說 說這個 我記得好像是在經期史論還是什麼論裡面講 這外道對 這外道對 女眾的這 女性的這個 平權或是權力的提升 特別比勢比見 即便是像現在已經21世紀 在印度還是這樣 知道不知道 或是在 伊斯蘭教國家 還是這樣 底下不能再說 再說下去 就會麻煩他 但佛法破除這個 我們知道在2500多年前啊 佛教的生團出現比丘尼 這是破天荒的創舉 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之下 佛是這麼慈悲 然後呢 女眾 可以依著八禁法而出家修道 承阿羅漢 這是多麼 開明開創的一個創舉啊 佛真的是什麼 這個大雄大力大師杯 有沒有有沒有唱過三寶歌啊 你們有沒有仔細去咀嚼裡面 作詞的這個 詞句的含義啊 作詞的是誰知不知道 臭啊 作詞的是太虛大師 作曲的是紅衣律師 那歷經的這樣幾十年 七八十年有了 不只啊 我再去 這個咀嚼三寶歌裡面的 異議 我覺得 奇異無窮 這裡面可以學到很多佛法 好這個三寶歌內容就不說了哈 說的話就太 太久了啊 好第一送 總破一義已經說完 對不對 第二送 這個我都講過破一和破義啊 你們看應順長老的講義 這我全部把大義都說完了 可不可以 第二送 第三送要何說 根據第一送 根據第一送呢 他說 燃和可燃分開了對不對 那燃和可燃各別獨立 所以燃 有他自己的可燃 而可燃呢 有他自己的燃 那這樣子呢 會怎麼樣 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向第一送所說 這叫如是 那他應該 常應燃 什麼叫常應燃 就是啊 其火 永遠不會滅 不會因為 有著財心 增加或減少 而這個火呢 就增大或變小或沒有 他這個火永遠都有 永遠都存在 那 講到這個火 在印度教有 啊不是不是講錯 不是在印度教 在印度有拜火教 在波斯也有拜火教 但這個火他們是象徵的是什麼 光明 光明 黑暗 象徵是邪惡罪惡 是我們的煩惱 所以由光明 這個光明 智慧 燒去我們的煩惱 所以他們崇拜這個火 但是他們還是有一個有一個有一個不變的火神或 光明的 尊聖 叫明尊 叫明尊 那這個又不對 好 如是常應燃 不應可燃生 剛剛講過了 擇無燃火攻 一鳴無作火 好啦 他說你這個火啊 就永遠會 燃燒著 從以前到現在都燃燒著這個火 火永遠存在 不會因為有可燃 不會因為有財心這個火才能 產生 也不會因為呢 要燃 這個財心而有火 而要做工啊 做工指的是什麼 要做出動作去燃這個財心 燃這個可燃 啊不是講錯 做出這個動作使這個可燃的財心起火燃燒 不需要 因為這個火 從以前到現在都存在 所以這個叫做無作火 無作就是什麼 沒有任何的造作 沒有任何的什麼 動作 這個火呢一直存在 他說不需要可燃 不需要可燃 所以說燃不帶可燃 好如果說你沒有可燃 那一切都不是從 因緣所生 如果是這樣的話 火一直常燃 不需要人去再做工啊 所以人工則因空 這是這個意思 那有 以上這兩宋都在說明 燃和可燃其實是 不依不義 所以分破依和義 如果個別獨立 就會產生問題 燃 有自己的可燃 可燃呢有自己的燃 不帶做工 而燃者長存 可燃呢 也不帶做工 有自己的燃 那這樣就會有四種過失啊 哪四種過失 在這裏啊 在這裏啊 他說 燃燒的火 離開了可燃的財 那麽 就恆常都有火燃燒的 不管有財無財 有沒有財心 哦這個 足夠一看啊 這個這就是印度人的思 思維方式 他在一個小事情上面都可以 思辨出他的理 所以世界上三大哲學系統 知不知道哪三大哲學 西洋哲學 中國哲學 印度哲學 對不對 西洋哲學呢 從古希臘 到什麼 中古世紀的士林哲學 神學 之後呢 對士林哲學 神學的反思 而有了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 經驗主義在什麼 英國 理性主義呢 在歐陸 最後極其大場是誰 康德 六百在藥房 知道嗎 康德是德國一個大哲學家 那之後康德 之後下去是誰呢 現在講的是哲學史 那他一直是後繼友人 那麼 黑格爾啊 啊 海德格啊 還有海德格老師 胡塞爾 胡塞爾 現象學等等 費希特 什麼什麼 但是我跟諸位說 我們說哲學是愛好智慧的學問 這個是有問題的 因為他們對一個論題做思辨 他們有兩大難題不能解決 第一個 哲學 哲學既然是愛好智慧的學問 那 因為這個智慧而 發出功用 使人類呢 去除煩惱而向於 光明 的這個 步驟怎麼做 哲學沒有告訴 西洋哲學 第二 上帝的問題 他始終不能解決 可是哲學根本就是 自己的無知和謬見 西洋哲學 我這樣講的話 很多 學習者就來敲我的頭 不多說 好 這是有講到第一個 燃燒的火和可燃的柴 這是一個微小的事件當中 他有其中的理路 有道理 這是印度人的思維方式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不但有常識 火燒著的過失 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火永遠都存在 一直燃燒著 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 這個火都一直在 他說 不會因為有可燃的柴 而有火 升起 那就是 根本不需要其他的因緣火 就一直 存在著燃燒 那就是無因而生啊 這不是中論第一品破刺的嗎 是不是 不是 這不是我在講什麼 好 第三 除了常識不帶可燃 因而火能生起之外 既是常燃也就無需有燃火的人的功 就是不需要做出動作 就是不需要做出動作 不需要做功 因為火藏食而燃 所以你不需要再有一個動作去使這個火呢 由無到有 火一直都在 所以不需做工 第四 燃食不 不可以離開可燃 現在卻說離開了這可燃 而燃獨立而有 那這燃燒的火 到底是在燃燒什麼 那燃焊可燃呢 一個是火 一個是財星 火燒財 財 生活 而產生了什麼 功用 光嘛 熱嘛 能量嘛 對不對 他們是緣起的 因緣俱合 燃可燃 和產生的 用才會出現 那你現在各自獨立 那一切都被破壞呀 這是有自信件 所以有這四種過失 第三送易復如是 第三送其實就是跟第二送一樣 他說燃不戴可燃 則不從原生 火若常燃者 人公則殷公 剛剛講過了 對不對 好 這是第三送 好有沒有問題 大家思考一分鐘 目前講了五送 所謂五送是 前一品的後兩送 和 燃可燃品的前三送 好 現在在看 第四品 而不是 第四季 第五季 第四送 第五送 現在是破壹然之可燃 第四送 好這個 我給大家畫個小圖 好 是這樣子的 謝謝 好 現在 第一個 我們說燃 是甚麼 火對不對 可燃 我們說燃 可燃 財新 好 惡者的關係是甚麼 不依不義 好 第二 第二 若 如果 然 好 獨立 有他自己的可燃 好 可燃 好 可燃 有他自己的燃 這個一分為二 是 各自獨立 這是 各自獨立 而他們彼此就是 彼此 各有自信 那這樣就會產生什麼 現在 我們就是講到第四送 藍和可藍 藍不需要這個可藍 而他這個火呢 獨立長存 那這邊他有自己的可藍那就是矛盾了 好這個可藍呢 自己獨立長存 那這個藍呢 也是跟他矛盾啊 那他就永遠都是可藍啊 對不對 所以那現在第四送說 若如未藍時名為可藍者 而時但有心何物藍可藍 什麼意思呢 你再說這個藍 他自己有自己的可藍 那麼呢 在這個時候 如果有了這個可藍的財新 什麼 怎麼樣把這個財新 點藍而有火呢 這是第四送 所以他是在這之中啊 給他做邏輯思辨 破除他這個 藍的獨立長存 也破除可藍的獨立長存 一個雙破 一個雙破 好 那我們看 我們看獎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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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中國佛教啊 他其實,對於說,你是不是有修行? 是不是有禪定?是不是斷煩惱幾分? 中國佛教,其實,整體來說,不重視這個 他只重視的是你做出來的事情 對於社會大眾、平民、老百姓 有什麼影響,或是有什麼功勞 至於個人的修正 他不感興趣 他也不尊重、不恭敬 這跟印度佛教和西藏佛教完全不一樣 跟南傳佛教完全不一樣 在南傳佛教,你努力持見,努力修禪定 到森林裡面去修習禪定型、頭頭型的僧眾 那個,南傳佛教、中南半島、斯里蘭卡的人民 對他們都很恭敬 那我們中國佛教乃至臺灣 沒有 因為那是你自己的事 他只重視的是什麼 你對於我們這個社會有沒有什麼貢獻 但是我們必須要知道 對於社會所做出的貢獻 這都是福業啊 而不是福德之良 福德之良有智慧的成分在裡面 沒有透過自身的修行 或是斷除煩惱而生起的功德 你是沒有福德之良的啊 你就只是福報 福報越大,造業越重啊 懂得沒有 所以中國佛教這個觀念必須要扭轉過來 要扭轉過來才對 那甚至 那甚至 我在這邊講 很多人誤解了 應順找好人間佛教思想 甚至 運用他這四個字 偷渡自己的思想 借殼上市 這是有問題的 我就講到這 底下不再說 好 點到為止 好我們還是看 第四頌 第四頌他說的是什麼 他的這個白話性講的比較好 反對論者 論者認為 新 財新 本來就具有可燃性 所以他的燃呢 這個火啊 巨足在 財新裡面 所以叫做 燃和可燃同一 但是 財新沒有被點燃的時候 燃和可燃的關係 能成立嗎 不能成立 他就只是叫財 或是木頭 知道沒有 哦 當柴或木頭 一被點燃 燃和可燃的關係 才能出現 才能成立 是不是 所以這 這裡就說 新味被燃燒的時候 可燃 或可燃性 是不存在 因為燃燒 是要多種因素 結合 這就叫做元期啊 因素不足夠 就不會燃燒 既然不被燃燒 怎麼說有可燃呢 連燃都沒有 怎麼會有可燃 好 反對論者 他是認為 財新在燃燒的時候 這個新就稱為可燃 新之所以是可燃 是因為他本身具備可燃性 這個是因 因中有果啊 這不對啊 啊 知道沒有 啊 因中有果 啊我什麼叫因中有果 巴拉記裡面 含有巴拉 對不對 知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好我們不要講巴拉 這個 有點粗俗 橘子的籽裡面 有橘子 對不對 當然是錯的嘛 橘子的籽跟橘子 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但是他們彼此之間有沒有關聯 有關係 答對了 你講的真好是相畜 因緣成立的時候 因為他這個相畜 而 產生果 產生果法 所以你不能說 可燃之中有燃 這是錯的啊 這是錯的啊 所以總括來說 財星在還沒燃燒的時候 他就是星 他不是可燃 他也沒有燃 當財星 被火燃燒的時候 燃和可燃才成立 眾緣合和 所以不是單憑星的可燃性 第四頌就是在講這個 可以不可以 講得很清楚了 就像 父母親 父母親的關係 什麼時候 才出現 當 媽媽 懷了 小孩的時候 是不是 如果沒有孩子 他們之間 有沒有 成為父母親的 關係出現 沒有 就是夫妻的關係 你不要跟我說 我 我或者是他去領養一個 有了孩子 那他的 父母親 孩子的關係 這三者 就能成立 你不要說去領養一隻流浪狗 狗流浪貓 說是 當他的 爸爸媽媽 這真的不對啊 我們去以人為主 對不對 什麼狗爸爸狗媽媽 怎麼去領養 這沒事啊 我們以人為主 你去領養 或者是什麼 還有什麼 可以成立父母親的關係 現在在這個21世紀 各種奇怪的關係都會出現 什麼 代理孕母 知道嗎 其實其實是在倫理道德上一個 被兩難的 被兩難的 從正向來說 也有問題 從反面來說 從反面來說 他又能夠解決 不孕政夫妻的 的這個什麼 的願望 知道什麼叫代理孕母 也就是說一對夫妻呢 將他們的 精卵培育成瘦精卵以後 植入 第三者 的子宮胚胎 藉由他的子宮胚胎 而誕下 生產下他們的孩子 這就牽涉到 複雜的倫理關係 和道德關係 那誰是真正的父母親啊 蛤 蛤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 這是在倫理學上 道德學上的 難以 難以這個什麼 分離的問題 佛法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這跟因果也有關係啊 是不是 還有 安樂死的問題 我們說 一個人 活到最後 他要接受 種種的 什麼 電擊啊 或者是什麼 什麼 開刀啊 或者是什麼 化療啊 生命尊嚴沒有 他痛苦之急 他說現在 你們不必給我做任何侵入性的治療 也不用再給我任何的什麼 化療 電療 什麼 晚高療 通通不要 讓我安詳的 靜靜的 這一生生命走到盡頭 那你給我鹽酸馬啡 讓我能夠止痛就行了 或者是有帶呼吸器 或者是什麼 插管的 幫他把管 不要再做任何侵入性治療 不要 這個在倫理學上 或道德上 對或者是不對 這很複雜啊 這跟佛法有關係 這也是因緣啊 那個是 其中之一 另外一個是安寧病房 安寧病房 看你怎麼定義 看你怎麼定義 所以有人把他定義叫自然死 那 我是覺得 這是都是要審慎而謹慎的考慮 就比如像捐贈器官 當然你說 捐贈者他已經有這個心 他是菩薩心 是不是 但你不要想 你不要想的太好啊 他是凡夫啊 他是凡夫心 而效菩薩心 當然你說用藥物控制 讓他前五世不神奇 對不對 而義士呢也是因為 在他生前 他就有簽下捐贈器官 所以這個也可以 佛法上交代過去 沒有那麼容易 不是那麼容易 你能夠保證嗎 在日本非常慎重 台灣的器官移植法 當然是比日本 早很多年 但是我這邊現在我要講 真的是那麼容易的嗎 不要把它想的太容易了 從某個角度來說 你沒有審慎的 評估思慮 或者是 對捐贈者的條件的這個審核 從某些時刻來說 是在造業 我不亂講 當然你透過了 一連串的SOP 審慎的評估之後 再加上捐贈者的意願 那我沒話講 但是就是捐贈者自由意志啊 我就說到這 現在在獎金的時候 也要加入一些人間化的 題材 讓大家覺得 比較能夠 應用得上 對對吧 好 這個是講到燃和可燃性 他之間的 因果關係 或是眾人合合 附帶一題 好第五宋 第五宋 第五宋說的是什麼 第四宋剛剛說過了 第五宋 他的科是什麼 破不相疾 啊 就是不不相關聯啊 其實剛剛講到三個論題 我覺得我們身為佛教徒啊 可以好好的思維這三個論題 啊 安樂死 代理孕母 還有我剛剛說的一個是什麼 對 對器官意志 講得好 這三個都跟佛法有很大的關係 在佛法怎麼看待這個 在戒律怎麼看待這個呢 我相信 我相信 可能在保守的佛教界 還沒有在探討 深入的探討這個 但在學術界 或是有出來念書的這些法師們 或許會探討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蠻有意思的 這是倫理和道德學 另外 再講 sorry 我先懺悔 另外再講到現在 最常被推廣叫術葬 對不對 好 有這樣的想法 你那個 骨灰潭的話 過了 一代二代 甚至第三代 他就永遠放在骨灰塔位 都沒有子孫去看 所以我們就讓他回歸於自然 對不對 然後呢 樹葬 就是用一個環保 裝置 將骨灰放進去 然後 化為 泥土的 養分的一部分 這是我們近代新奇的對不對 樹葬對不對 啊 大家以為如何 和 還要有相關的證件 要簽署 但是就儒家思想來說 不管是儀禮禮 Snapchat 不管是儀禮禮忌或者是 儀禮或禮忌 他不贊成書葬 你怎麼跟傳統思想 能夠融合 我不曉得是儀禮還是禮忌 裡面是說 我们办人的葬礼 要慎重 要慎大 为什么 我们说葬礼就这样 做给人家看 这只是做人的一部分 不是啊 就如家思想来说 办得慎大 是因为要你追 对活着的人追思缅怀 过去往生者的 得恨工业 使令你长记心中 之后仿孝 我觉得这个说法 有道理 在阿含经里面 摄利福尊者 圆极了 涂僻以后 佛拿他的遗骨摄利 这 这很多的功德 大家看到这个摄利 想到摄利福尊者 一生的修行 断了一切烦恼 最后还度了他妈妈 看到这个 而想到他所造作的一切功德 我们会 心起心目而仿效 那你书账是什么都没有 凡夫总是直向而求啊 看到这个他才会愿意去做 那你说好啊 这是看到牌位也可以啊 是不是 书里面也有记载啊 没那么简单啊 不要想的那么简单 我只是讲一个现象 那你说好了 那么多人骨灰塔位 也就是 一代二代之后 都没有人去避 都没有人再去祭拜 那就干脆让他回归自然 不是很好吗 然后也可以省空间 我觉得这是树点望主的说法 这是我个人觉得 我的讲法是有根据 我根据 以礼和礼记来说 但你就有人说 你为什么不根据佛法呢 佛法讲的是 就是一切世间无常啊 是不是 都是空性啊 对不对 但是阿含经里面 我刚刚举出那个例子 我们看到 解脱者或者阿罗汉的设立 我们会不会想起 要努力防效或者是 希望我们也成为圣贤的 这种希望想法 供大家做参考 好等一下等一下 你先说 我最近刚刚市长到那个余协事的议会 讲到那个共养的行为 他讲的是 从这个如来的设立 他写的一种 关销或 再存在的那种想法 对对对 那刚才法师讲的是 关于树上的工作 一定很是好 可能 你这种方式 来讲出事监防的时候 我是覺得說,我們沒有到那個位置 那另外一個 以我們在學國的立場 是講的是什麼? 蘇世間訪 所以假如說你要以世間訪那種面面俱到 是有點難嗎? 因為本身我就想說到 哦,因為天台學他是講 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啊 你這一生一定有做過哪些好事嗎? 你做過的這些好事 一定可以讓後代子孫 留作紀念或者是生兒防孝 我的折衷做法是這樣 大部分樹上小部分留起來 不會佔空間,骨灰潭也小 這樣好不好 真是老乾級的 是不是啊 其實 來來來,你講 四障,對,其實四障跟 排位可以分開 是是是是 排位可以 或者你那個 紀念線的標,標的 可以可以可以 那如果 補飛的話 應該就是要死嗎 這個 核風 環保 核武一千 一千 對 我們所必要的 所必要的問題 我是覺得 採取折中做法 這樣子 世間出世間就全部 顧倒 好 那你剛剛說天葬 這個在漢人的地方 完全不適合 千萬不要這樣做 在西藏 OK 在西藏藏區 那OK 他說那些老鷹 突鷹 都是護法神將 他願意來吃你 就表示你 業障消除 可以順利往生 淨土 不願意吃你 他們連天葬師都不敢活化 但是文化不同 環境不同 做法 就不同 在藏區 OK 在漢族的地方 千萬不要這樣做 讓人怕死 好 你有問題嗎 好 請坐 我也是宿張 你知道嗎 因為 我是覺得說 你看像我們以前的人 不要說以前 就是早幾十年的時候 我們都是 入土為安 都是 是 入土為安 那先經過政府的大力宣導 我們以前的時候 還笑著共產黨 就是說 他們的都是 都是 人死來就燒掉 對不對 當肥料 當什麼東西 可是我們現在的人 也都是火葬 所以這個觀念 是一直擔心 而且 法師可能是出家中 不了解我們在家人 就我們在家人 比如說 我們來說 我有兒子 有女兒 可是 我們的兒子 結了婚以後 他不像我們以前 這麼的對我們的父母 這麼的關係 愛護 是 是 住在一起的話 我們都跟媳婦 兒子 都有一點 合和 你知道嗎 我了解 多多少少 尤其是我們信仰佛教以後 這是跟他們是更大的合和 是 是 這思想 所以要他們去 你已經說了說 要他們來聖宗追遠的來祭拜我們 幾乎都不太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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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樹葬非常的好 欸欸欸 請請請 OKOK 請請注意到 我說的 我沒有說我反對 我是說 折中 這折中也就是說 你想去樹葬 那我贊成 你想留下一點 那我也不反對 我覺得他 那你如果說留下來的話 你現在的那個可以燒得很細 就是一點點袋子而已 你看他那個 不是像以前的那個骨灰潭 做得很大 因為 因為我在他上班的地方 是做那個大理事 瓜瓜公司的 我們同業的做骨灰潭 那麼現在的這麼小欸 OKOK 你以前的時候 骨灰潭這麼大 好我最後 那麼小 那個不是骨灰潭 那叫 骨頭瓮 那是骨頭瓮 那跟骨灰潭不一樣 那是 那是 那是土葬 那是土葬 那是土葬三年以後 Q金 十二年 十二年 我們講中論 我們講到 這 是人骨頭 我最後講一個就是 有一個紀錄片 就是聖言師父 他將 他將他的師父 東出牢上的骨灰 這樣灑 我看了覺得 這個 有點難受 東出牢上 畢竟對我們台灣佛教有 有過 有過貢獻 你留著一點吧 對不對 如果是 我覺得 如果是一個比較 知名的人 毀人的話 這樣的話 就是 全民的信念 這種事要留下來 像我們這種 凡夫 也不是啊 即便是凡夫 你也有一些 好的功德 對不對 沒有什麼功德 我們覺得 我們在家裡 都會被嫌棄 連那個孫子都喬得不死 阿摩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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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個 妙鏡長老 原級火化 他留下的設立 我每次看 我每次禮拜 每次想起妙鏡長老的功德 教育聲眾的 苦心 我就會激發我的悼心 我是基于这个 好 我就说到这里 那我觉得各有好处 那您想怎么做就 就去做 好 第五颂 破不相及 若易则不至 不至则不烧 不烧则不灭 不灭则常住 好 第六颂 然于可然义 而能至可然 如此至彼人 彼人至此人 若为然可然 恶具相离者 如是然则能 至于彼可然 好 我们直接看应顺长老的讲义好了 在看这讲义之前 还是先用白话给大家过一遍 然后再讲里面的逻辑意里 若易则不至 不至则不烧好 所以第五颂 他说 我们不能啊 视着可然性为心的自信 等同于火 这然啊 也就是说 心和火 可不可以 视为相同 不可以啊 不可以啊 不可以 但是呢 心和火之间 有没有关系 也有关系 他们能不能各自分开 也不可以啊 所以呢 没有燃烧 心就不会消灭 不消灭 就能常住 说心是常住就失去了他真正缘起的 而且燃烧这种现象不能出现了 很显然的这些都是不切合事实 什么 好这个我们一个一个来解析 寄宋里面的 关键字 若易则不至 易就是指什么 两者不相干 不相同 那哪两者不相干 不相同呢 火和心嘛 如果这两者不相干 不相同 那就不会烧起来啊 心之成 心之 能够成为可燃 和 火之成为燃 是因为他们之间要建立的 有缘起建立的关系 所以心和火 才会出现 而成为燃和可燃 如果个别独立 就不会有燃烧 就不会有 才心称为可燃 那底下的说的 不烧则不灭 不灭则常住是什么 两者不能碰头 就不能产生燃烧的作用 OK 没有燃烧 心就不会消灭 不消灭就能常住 这意味着说啊 那你这二者 不是一就是意吗 要么就是断灭 要么就是呢 恒常不变 这都是堕于两边 这是第五诵 第六诵 反对论者 反对论者以为 火和心完全别意 所以叫燃于可燃意 两者是完全不相同 火才能接到接触到心 而产生燃烧 所以叫做 恶能致可燃 就好像 此至彼人 彼人至此人 什么意思呢 好 我接触到你的身体 你接触到我的身体 但是我们两个 彼此之间是不同的人 所以叫 此人至彼人 彼人至此人 他这个论调还是有问题啊 我们说财 星 和火呢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刚刚都已经说过了 起火燃烧以后 燃和可燃的关系 才成立 但是光是有财星 能不能起火燃烧 不可能 一定要有各种因缘 像是热 对不对 还有呢 空气 还有什么火种 甚至怎么样让他起火的动作 对不对 这样才能让他 有火 然后呢 他变燃烧可燃 成立 对吧 但是外道就说燃烧 燃与可燃 不相同 也可以致可燃 那这是有问题啊 龙叔菩萨反对 好第七宋 我现在先白话解释啊 然后再详细论里 若为燃可燃 恶聚相离者 如是燃则能 至于彼可燃 就是根据上一宋第六宋 他说的 如此人至彼人 有彼人至此人 他说如果燃和可燃 两者都分离啊 分开 他说这个燃呢 可以到达可燃那里去 这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火 心就不能成为作用对象 如果没有心 火就没有成为 作用主体 两者缺一都不能发生作用 那正确的也是应该这样说 两者缺一都不能发生作用 但是外道却说 反对论的见解是什么 燃和可燃啊 本身是相分离的 完全没有关系的 这样呢 燃就能够去接触可燃 而产生燃烧的作用 这根本就是咧 功倍差嘛 对不对 我的台语好不好 好烂啊 好差的台语 对不对 我们说燃和可燃能够成就的关系 是因为 所以 有财心 有动作 有各种条件因缘 点火的动作 然后让他燃烧起来 所以有燃 有可燃 这个关系就能成立 但是现在两个分开 那怎么可能发生啊 怎么可能发生燃和可燃啊 所以呢 侮辱君教授他说 把我刚刚讲的重点用文字来表达 好 好 好 最后有个小结 本品到目前为止是容束不上以自己的见解去拟设出来反对论者进行论辩 很显然反对论者是节节败退 底下 底下的寄送的话 反对论者改变论点 将燃和可燃的关系 将各自独立的观点 改为互相依赖 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 正相应于容束的元起观念所展示的事物之间的关系 然后容束菩萨也会对这个产生批评 那什么是元起的意思呢 就是指事物由其他东西结合而生起 在元起的世界中 一切事物都是依赖别的事物而存在 这样的观念正好排斥自信的观 因为自信是不依待任何事物而单独独立存在 但是反对论者虽然采纳燃与可燃之间 具有相互依赖的关系的见解 但是仍然保留两者各具自信的看法 那容束菩萨就会从第八送开始也批评他们这个 好 这个白话解释已经跟诸位说过 但是其中的论理呢 我们看五六七三送 那你就看到英顺长老的注解 他也是讲的很简单 他说如果一定要执着柴与火是相应 那么才火和星就各驻自体 那就跟 这个解释跟这个 吴鲁君教授差不多 所以火不能从这里到那里是二者发生关系 而是可燃发火 那么可燃的柴就烧不起来 所以说不自责不烧 那外人就 哪一个说燃和可燃相应就不能治 我们这样认为 柴和火就是因为他们不同 所以呢才说 可以火去烧到柴 假使是相同的一体 那就没有治和不治可谈 那至于说此人 到彼人 彼人到此人 他是应顺长老师这里说有两个人 在不同的地方 在不同的地方 男女呢 也不同 这是一男一女 此男人可以到这个女人那里去 这个女人也可以到这个男人那里来 这不是因为他别意不同的可以说 至吗 所以此人至彼人 彼人至此人 在原文 泛文就是男女 男女互相运动 而到 对方那里去 对方那里去 比如说男朋友想女朋友 男朋友就去女朋友家里面 啊不是家里面 以前我们古典的想法就是 到他楼下宿舍去 去什么 唱歌啊 弹吉他送礼物啊 然后女生受到感动 对不对 那有没有到男生宿舍底下去送东西 他没有 托人家送 他说这叫此人到彼人 彼人到至此人 但论主说 根本不是这样 根本不是这样 他说 外人所举的辟欲 跟所说的话完全不合 如果离开的蓝和蓝 而有可蓝独立存在 离开的可蓝而单独而有蓝 这个是错的啊 这两者其实是不相离的 就是不依不易 离开的蓝就没有可蓝 离开的可蓝就没有蓝 这要一切顺乎与缘起 好 这是第七宋 好 今天讲了九个宋 到下一次要讲 阴带门啊 破乘以之带 就是八九 十十几 十一十二 他们合说啊 那我们下一回再说啊 我请大家记得 下周呢 因为我开会啊 所以14号开会 我们21号 就再继续上课啊 现在刚好五点 那今天讲九个宋 应该可以 好 有没有问题 那今天大家也有 充分的讨论 很好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 现象 好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向下文长 赋予来日 好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好 以上